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Peter Drucker 有些管理學 現在大部份的人都是知識型的勞動者 不是傳統靠努力、擔擔台台賺食 尤其在香港,很多是服務性行業 最頂層的管理層 大部份是知識型的人 知識型的人有些管理方法 因為有些人做事是很雜亂無章 令到自己無法提升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Peter Drucker曾經說過 有幾個如何做好自我管理 有一個很簡單的叫做PDCA 第一,P就是計劃 設定了目標 以及定定考核、計量的方法 第二,不要只是大隻講 有一個討論 叫做NATO TALK ONLY Never DO NDTO 即是只講沒有做 我自己經常說 就是叫做武術指導 有講沒有做 所以第二,就是叫做做執行 第三,就是檢查 即是檢查一下 你那個行動 和你先頭的目標 有甚麼差距 第四,就是行動 行動即是說 你要做回饋 就是看你之前有甚麼錯處 再去做一些修正 就是一個循環 來的 不斷地去做一個叫做PDCA 整個循環去做 除此之外 就是說 你要去找到你那個優勢 你的優勢和其他人有甚麼分別 因為我之前都講過 舉我自己為例 你叫我很細心坐在這裏 做一些文案的工作 黏著椅子十個小時 很細心看數目 我不行,我真是頭暈 但是你叫我去寫東西 去說話 或者去思考一些策略性的問題 這樣我是可以 每一個人做事不同 等於一個球隊裡面 有些人是真的負責入球 有些人是負責斬球 給前鋒入球 有些人是負責做防守 有些人是做守門員 每一個職位都不同 但不是代表哪一個人 會是高一點或低一點 通常在球隊裡面 入球的人是最精彩的 那個身價是最高的 在公司裡面都是一樣的 能夠做到銷售 賣到交易 一定是獎賞最多 雖然是不公平 但這是事實 其實做一個好的銷售 後面有很多人是搭配他 例如市場 或者是一些管理 後勤 幫他製作一些 市場 或者是讓他沒有 無後顧之憂去做銷售 例如市場建築 很多東西是配合的 但坦白說 聚焦一定是在入球 做銷售 簽訂單回來的 所以管理層 大家要想清楚 不要太側重在銷售 或者是過分去擺重 其實那些 是全隊人有份的 如果是過分側重的時候 令隊伍有機會不會長久 始終大家都要尋求一個和諧 等於一隊球隊 其中一個球員 知道的薪水是天價這麼高的時候 就會令到其他球員 不開心一樣 今天想說的 關於Peter Trucker 其中說 執行那個 知識營的勞動者 怎樣去執行他的工作 就說了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